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综合谈 在上一节的天下综合谈里面呢 新莲华假期的曾老师 还有东方快车的Jenny跟我们提到了 其实东方快车呢真的是中国之最 有最快乐的人在车上最好吃的食物 还有当季的水果令您分享 可是重点来了曾老师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玩 没有讲到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对 其实讲到东方快车 我常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讲的 最好的季节 最棒的季节 就到那个地方去玩 你想说如果我们去西藏 是不是最棒的季节就是 五月底 六月初那个阶段 是最棒的时候 所以其实很多人很想去西藏 但是又爱又怕受伤害 真的 因为西藏啊 对我来说应该是太神秘的地方 可能没有办法去 不会 不会 我跟你讲 其实呢 如果用东方快车 这种交通工具 它到了这个 应该是到了兰州 就换成是西藏铁路 东方快车的西藏线和丝绸之路线 实际上呢 应该算是在中国 最棒的两个景点了 那么西藏呢 我们到了东方快车的西藏 加斯路线呢 在西藏我们能看到什么啊 建于公元七世纪 也就是松赞干部为了迎娶文成公主 而修建的那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 叫做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 对 布达拉宫 不是只有在神话里面才看得到的吗 对 对 对 所以坐东方快车可以直达 我们在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 那么同时呢 在西藏还 在拉萨还可以看到的就是 全世界只有三尊啊 就是由释迦摩尼佛亲自开光的 十二岁等身像 释迦摩尼佛亲自开光哦 对 那么这个十二岁等身像呢 它是当时是为了这个十二岁等身像 而修建的大昭寺 当时藏人都会说 先有大昭寺 后有拉萨城 也就是它有多么的重要 对啊 OK 所以比西藏人还重要吧 因为有城才有人啊 对对对 就是比人还重要 那么呢 在西藏的游览当中呢 我们会去前藏和后藏 前藏呢 是达赖喇嘛的住西地 然后那么后藏的话呢 也就是班禅大师的住西地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参加东方快车的行程 前藏 后藏全部都看了 哇 OK 所以西藏几乎是最厉害的宫殿 最好的佛像 然后再加上不管是前面 或者是后面 整个西藏都让你可以玩到 东方快车可以直达 那我们现在报名吗 现在马上拿起电话 开始报名 那么还有其实 其实东方快车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走的这条线路 是我们要经历一个青藏铁路 刚才曾老师说过 哇 那个票赢得一票难求 为什么 因为这真的是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还有九项世界之最 青藏铁路 被称为天路 因为它平均行驶在海拔四千米以上 就像在天空当中一样 所以那个火车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 那么为什么要走这条天路 因为这里面要经过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一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 有可可西里无人区 那是世界上三大无人区之一 那个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当你如果不坐上这个青藏列车的话 走这条铁路 你是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长江黄河 大家都了解吧 是 长江黄河的源头 也就是它最最源头的地方 叫陀陀河 那么我们曾老师说 最好的季节去最好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五六月份的时候 可以看到高原的精灵 藏羚羊的迁徙 那是非常难得的 好壮观 对啊 对啊 非常壮观 他一年只会迁徙一次 对啊 对对 因为他要去去产他的宝宝 他要生宝宝 对对 一年只会迁徙一次 是的 只有五月底到六月初 这样的一个季节 所以说 那么青藏铁路 加上西藏 然后再加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去讲一下 那就是中国最棒的景点了 是的 那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到曾老师这边 新年华假期报名 我什么时候出团 什么时候走 马上可以走了 马上就到了 五月二十六号出发 其实呢 每一年 全世界就在抢这些位置 那当然 对 新年华假期是 我们铁道部 中国东方快车 在美国的代理 所以 也真的 对 一百六十个位置当中 曾老师您拿到多少位置 一百二十个位置 No way Are you serious Oh my god 很快就卖完了 所以呢 对 要抢这个位置的朋友 可是真的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一百六十个位置 您拿了一百二十 只有四十个是全世界 都在抢这四十个位置 没错 天哪 真的很厉害 其实我们美国的朋友 很厉害 然后美国的朋友报名速度 真的很快 所以呢 我常常讲完 对 每次讲 我们说报名要快 名额不多 你不要再讲了 已经报名完了 大家已经报名完了 OK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西藏 对不对 丝绸之路 曾老师 以前大概有提过 丝绸之路 对 丝绸之路 其实这个路呢 就算是坐车去看的人 也是比比皆是 对 坐东方快车去看的人 虽然人少 看的地方 会不会是人山人海 万头窜洞 还是其实 他们安排的地方 我常常在讲 中国东方快车 是在中国旅游 最高级的一个旅游方式 然后你知道 坐中国东方快车 我的感觉 我每次下次要去景点的时候 我都会稍微抬头挺胸 指高气昂的是不是 是 真的 你会觉得 你参加这个铁道部的中国东方快车 然后你知道我们像 比如说我们下到是敦煌 还是哪里下去呢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个哥哥姐姐们呢 他们拿着那个鼓啊 打呀 然后那个穿的很特别的这种 他们这个民主特色的衣服 在那个火车站欢迎你 欢迎 对 因为东方快车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特别的礼遇 对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旅游 曾老师说是最高级的旅游 我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的宣传 当作一种party 真的是我们的一种活动 那么在东国东方快车 刚才老师说过 那个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话呢 我们当我们的客人 抵达了这个丝绸之路 真的会发现这种文化的碰撞 如果你在敦煌 骑着骆驼 然后走在那个沙漠当中 你真的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对啊 是不是真的像文成公主 得下架去 马上有个感觉 就已经出现在现场的雷尝感了 对不对 而且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西安 西安 嘉玉关 对不对 然后还有天水 然后还有这个敦煌 因为在这个丝绸之路上 我们一直安排敦煌学的专家 马敬驰教授来讲 为什么说他来讲的话呢 因为前国家领导人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胡锦涛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叫做班禅 十一世班禅 都是由马敬驰老先生 特意带他们去探观的 所以说这次 可以召到教授级里面的教授 来帮我们大家讲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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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老师是 这个教授是真的上在车上 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样安排 东方快车 永远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从嘉义关到敦煌的时候 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上 我们就会把这场讲座 安排在车上 那您听到这个马老 在讲完了丝绸之路 那您再到敦煌 再去看墨高窟 再去看精美的壁画的时候 那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那你在时空对话 你真的在跟他里面的人物 在对话 所以说东方快车 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旅行 那么它是包含着一种文化在里面 包含着所有的快乐在里面的 对 这就是丝绸之路 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很单纯的 嘴上面的享受 眼睛上面的享受 我觉得你心灵的享受 跟你知性的享受 也全部都顾到了 不是很单纯的走马看花 因为每一个景点 都是你们好好精心设计的 不是人头篡动的地方 对不对 就像如果我们今天 可以去看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到这都输了 对不对 爬都爬不上去 假的也有 我就看一看就行了 可是我们要去看的就是嘉语关 对 嘉语关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 明年新开 2020年要新开的一个叫南疆的路线 南疆 对 那个什么夏疆南的那个南疆 这个 对 新疆南疆呢 其实呢 是我们2020年新开的一条线路 这条线路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要开的 我们大家都梦寐以求 对 南疆其实我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 一个就是万种风情 哎呦 对 一个就是千娇百媚 有 又有关注 又有千娇百媚 这是迷死人了 是的 是的 为什么这么形容它呢 因为在这个 在喀什啊 就是在整个南疆最精华的地方 喀什 那么这个呢 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当中的 苏勒国的一个古城 那么这个古城 为什么我要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这是在全世界活着的古城 因为在 因为很多古城啊 没有人住哎 没有人住 但是只有喀什古城是有居民 有老居民 老街道 然后还有老城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古城 它真的是千古流传下来 对 两千年的历史 都还有当时的人 一直一带传一带 一带传一带传 对对对 传到现在都还有人住的 对 它们还在延续着原来的传统 然后同时还在住着原来的房子 那种土木结构 这个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久 最大的土木建筑群 因为两千年了 真的 对啊 这东方块就真的很厉害 因为每一个景点真的都是世界级的古籍之一 不管是七大 十大 九大 然后还要再去看最厉害的 这个你刚刚说到的青藏的火车 还要再去看这个有两千年文化的古城 对 当然还有一个最值得讲的 就是在这个喀什呢 有一个叫大巴扎 叫做星期天大巴扎 目前啊 能够看到古老丝绸之路的交易 最古老的交易只有在这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我们的这个就是客人抵达的时候 会看到哇 原来它还有草巴扎 布匹巴扎 然后还有那个甘果巴扎 还有牲畜巴扎 那么这个牲畜巴扎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把牲口拉到这个集市上 然后进行一个什么交易呢 我们的那个手都放在袖子里面 在里面去出价格 瘦子里看不到啊 怎么出价格啊 亲爱的 就是你摸我的手 我摸你的手 然后就 怪不得风情万种了吗 终于懂你这讲的什么意思了 对对 OK OK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的交易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以货换货 我们现在都拿钱去买嘛 是是是 但是在这个喀什古城 对 然后那么它都是 你把你的东西给我 我把你的东西给你 这样我们两个来交换 以物易物 对 是的 用最古老的方式就是 所以其实曾老师还有Jenny 你把我在历史课本上面 读的文字 完全变成生活现实化 带我到当地去了解体会 甚至是亲身 亲临其境的 知道到底古人是怎么做生活的 是的 是的 Oh my God 等一下那是风情万种 我大概了解 千娇百妹是妹在哪里 再讲解一下 对 因为在新疆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说我们 到了这个 到了喀什 我们会到 会到一个非常非常迷人的地方 然后叫卡里库里湖 到卡里库里湖 我们所有的湖 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说我们 我可以说那个是在 新疆是最美的地方 但是大家你知道 我们会怎么玩吗 我们在一边吃饭 一边在景区烧烤 同时会有新疆的小伙子 姑娘在跳舞 哎呦 然后也会拉你去跳 OK OK 千娇百妹是在这里 懂了懂了懂了 OK 其实因为新疆人 真的非常热情 对不对 在电视上面看到的 非常热情 男孩子呢 不就穿个背心吗 对不对 结实的肌肉 女孩子们脸带的 非常清秀 非常美丽 对 所以又有年轻的小伙 又有非常清秀的小女孩 吃着非常棒的烧烤 对 看着大湖泊 来 清风飘逸的时候 跟着大家一起 宰歌宰舞 这就是东方快车 跟新莲华 假期最重要的地方 要玩得快乐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Jenny 非常谢谢曾老师 来到我们天下中红台 告诉我们 其实呢 东方快车 给您的礼遇 绝对是一等一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 像曾老师常常说的 你想要 吃得好 住得好 玩得棒 记得这三点 就赶快打起电话 打电话给曾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